藍白盒在形勢上面沒有盒 就是他們可能沒有辦法共推一組總統候選人 這其實是不意外的 但是我們看這個藍白盒 其實看的是實質不是看形勢 也就是說實質上我們必須要等到 可能要1月4站號投票那一天 因為如果有氣保 如果最後發生了這個藍白之間的氣保 然後把票都灌給同一個候選人 這才是實質的藍白盒 所以我們始終看的是實質的問題 這就是一場鬧局 以及這背後就是有中國的因素的介入 所以不管未來他們的是一組兩組或者是三組 我們都會與民進黨站在本土的陣營裡面 一起來努力 完成以賴清的當選總統的本土治理 然後讓台灣基進進到國會 以本土建築的目標為優先